大家好,歡迎又回到我們的晚間新聞,我是阿菲 哈囉,我是BaoB 今天會說什麼呢?首先會說說香港疫情 其實每天都差不多四千多單 不過跟大家說說確實數字是多少 之後說一說天氣,因為未來幾天好像說會打風 大雨淚暴 然後就說一說佩洛西訪台 這件事到底跟香港有什麼關係 香港跟台灣的關係會不會因為這件事又會變得緊張呢? 下一單,今天在網上又流傳一段影片 真的很恐怖 這單瘋了 有個車鏡直擊到,有個暫時再討論 說開車撞向看奸廳 讓四傷,有一位保安好像傷勢嚴重 下一單就是關於香港的高官,聽說有加薪 之前那些公務員說加薪說了很久都不知道加不加 但現在好像元首那些會加 之後就說一說六合彩,到底六合彩有沒有人中? 多少錢?頭帳多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討論一下這些開心的東西 下一單就說,之前香港有消費卷 現在好像港鐵都會派一些商場優惠卷 大家聽一聽,看看關不關你的事,拿不拿到 再說一說,珍寶的海鮮坊 前一段時間就有說,是不是真的出去了公海 然後就說解體了 說是潛了 現在又有最新消息有更新 跟大家又討論一下 之後就在港島南區,好像說兩個小時內 就有三宗集體毆鬥案 搞錯了,為什麼好像 每天都有膠打的 對,為什麼?這麼多東西打嗎? 然後下一單就說,這個粉嶺有一個物流倉 有三級火 就好像說裡面有一個燒焦了的藍絲 即是男人屍體 首先說一說香港疫情 疫情繼續持續 衛生防護中心今天公佈了 有新增4547宗的確診 其中4,321宗是本地個案 226宗是輸入個案 裡面有再多4宗死亡個案 包括一個是89歲患多種長期病的婦人 大家都小心一點 每天都是這樣說的 每天都4,000多,4,000多 大家小心一點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現在你可以看到數字很穩定 又沒有下又沒有升 都是4,000多 都是小心 現在說說最近香港的天氣 近日氣溫較上個星期有回落一點 天文台今天中午的時間 在市區錄得最高氣溫是29.9度 其實很多區最高的氣溫都徘徊在30至31度 預測 預測本說未來兩至三天有大罩雨和雷暴 到週日和週一 將會短暫是會看到陽光的 大家就帶傘 因為可能有預報下個星期會打風 即是不穩定的天氣 大家就帶傘 未來兩三天都會有雷 好像說雷和雨 所以小心一點 帶著一把傘出門口 然後就先說一下佩洛西訪台 佩洛西 他昨晚真的抵達了台灣 對於這件事 就觸發了中國外交部的猛力評擊 香港的行政長官超哥 然後政府和三司 他們就跟隨中央發表聲明評擊 學者就認為 現在這一屆政府已經在台灣問題上 是緊隨著中央的路線 估計本港和台灣的關係 都會持續一個緊張的時間 其實內地好像也有說到他們會禁台貨 有啊 但香港立法會進出口的議員 黃英豪接受查詢的表示 就說香港是實行一國兩制 是獨立關稅 就可以獨立制定關稅和貿易政策 暫時又見不到香港需要改變這些政策 意思是內地封 但我們香港可以不用封 習大大希望香港也是跟全球接軌 好矛盾啊 好亂啊 剛剛超哥就說我們跟隨中央的方向 現在這一刻就說我們是獨立的 是不是很亂啊 好亂啊 好亂是正常的 一國兩制一向都是這樣 好亂啊 你不知道這條界在哪裏 總之是時候跟你說一說 龍門任理拜 漂移境界 不過我們這些懂什麼 對嗎 我們懂得跟隨中央政府 我們就讀新聞了 對 少說什麼就什麼 對 我們不要說太多 沒有意見了 沒有意見 下一單就是關於什麼呢 有個車鏡頭 就直擊到一個 crazy driver 不知為什麼 我看到這條影片 它完全沒有殺人 直衝 它是儘快直衝到一個看間亭 那件事就是什麼呢 是今早的9點28分 這些時間 真是條界都算多人 早上嘛 因為我開始上班 看到一輛私家車 就在長沙灣的援州村 對開位置 突然高速撞向這個保安亭 那攝市的車輛就衝上行人路 它是直接撞向保安亭 那你就會看到其實車頭 和保安亭是嚴重損毀 那途人就見到 立即撞到一隻大佬 看到車衝過來 你第一個反應都是 立即走開 對嗎 然後你看到保安亭是撞到變形 那裡面就有四個人受傷 包括那個76歲的姓鳳 女司機說胸口痛 60歲的女保安盤骨受傷 另一個女保安員手腳受傷 還有一個71歲的男徒人 亦都是腳部受傷 其實我現在看這篇文章 最年輕的人都56 最老的人都76 平均拉圍都65 其實上了年紀 被車這樣撞發 就算不死也 也有很多手尾筋 都是老人家 飛來橫禍 真的 怎麽不能拉上班 也很糟糕 有一個好像人肉飛彈 被車撞到 一撞到村屋下面的磚 撞出那個亭 好像是 撞出那個亭 撞了飛出來 然後躺在地上 真的 沒有死也撞回一條命 但是 這個七月真的猛 我覺得 你小心點開車 尤其是早上的時間 還有我真的 有時候覺得 這個七月好像真的有很多這樣的生物 是呀 這些真的 你想想你上班 可以避無可避 你想想你上班 又不是在馬路中心 無端有輛車過來撞你 其實我都不知怎麽小心 不過大家還是小心點 是呀 那裏上班 大家都是打工仔 人工有沒有升 你當然想人工升 老闆當然不想 關於香港 好像說 特首超哥說 是不是加人工 我們一齊來談談 其實特區的政府員 那些官員好像說 一向人工都已經很好 是呀 鐵飯碗 每個人都 我媽媽小時候都說 兒子大概要做政府工 現在是鐵飯碗 鐵飯碗 想說 好像每個人 在香港每個家庭 媽媽都想來做政府工 但在外國真的沒有聽過 外國就沒有這樣說 沒什麽理 因為在外國我有見過一些政府工 我實在上網看 有很多都是短期的合約 不是鐵飯碗 不是鐵飯碗 外國那些全部都是打散工 好像政府會聘請自僱人士 來幫他們做事 對 沒有說是一個很穩定性的工 就算是行政方面 或者是行政工作 都會聘請散工 或者聘請你六個月 或者一年 然後再續一年 就不會說你是他的員工 即是概念跟香港其實很不同 對 先說一說 好像現在超哥每個月的薪酬 是452,200元 之前是林鄭的 月薪大約42萬 加了3萬元 452,200元 即是5.5元 差不多8千元澳幣 一個月 一年 8千元澳幣 是嗎 這是一年還是一個月 一個月 哇 差不多8千 10%上下走賺 8千元一個月 一向都很高人工 嘩 是否真的差這麼高人工 八千元一個月澳幣 嘩 我們說一說全球好嗎 好 其實特首人工 一向都明列前茅 今次加了人工之後 仍然是全球薪酬第二高的領導人 僅設於月薪大約104萬港元的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嘩 我想請問一下什麼工 你需要這麼多錢呢 好像說到美國那些領導人 有那麼多事情抉擇的時候 都不需要像你那樣高人工 香港這些 和新加坡這些 其實這兩個地方 還要是競勢 你們怎樣 我們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也沒有那麼多 是 是 榜上也沒有名 你們說到說真的要很幫助人民 但是你們拿著這麼高的工資 習大也沒有發聲 其實你們是不是真的需要這麼多呢 是 這些習大搞吧 唉 我沒有話可說 看到你們拿這麼多工資 真的 我真的得膽笑 好 那說一說下一單 六合彩就說 暑期這麼多部 五千萬的頭獎 就有8月9日搞豬 有8月4日就售票 大家如果想試一試運氣 看看會不會 十元一注獨中 拿到五千萬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 是不是 特首你又做不到 這些搞豬大家都可以試 大家都有機會 對 好像說之前有消費卷 最新一輪消費卷 會在7號派發 港鐵好像也有一系列優惠 會派一千萬的電子優惠卷 可以在12個港鐵商場內使用 大家有興趣可以下載他們的MTR 有些東西是先到先得的 看看有什麼優惠 大家可以拿到 那今天暑假就來了 對不對 還有你不要只幫自己 有些旅行家在家裡 爸爸媽媽 是不太會用Apps 你幫他們 因為這些錢 大家都可以用到 可以幫助家人 爸爸媽媽 特別上年紀那些很節省 買菜他們都很開心 其實這些 幫幫忙 下一單說一下珍寶海鮮芳 它已經潛了水很久了 真的潛了水 這個之前在6月14日 啟韓離開了香港 之後就有消息 因為去到南海的時候 就因為惡劣天氣 然後就說翻側了 船身全部進水 當初就是這樣說 現在好像又說有最新消息 就說現在的現況 就是已經是 船體已經是破損了 就擱淺在這個海底的招盤上面 其實它上層的建築已經是解體 但是水位低的時候 船底的部分仍然是滷出水面 所以 其實某程度上 真的沉了 是的 真的沉了 但是你說是否全部是解體 其實也不是 還有幾部分剩下了 是的 那你這樣聽到 會不會覺得當初是故意 好像都沒有做到很多保護措施 故意保護措施 直接拉出去 這樣就算 其實有些陰謀論 對不對 對嗎 對 想著隨便 拉出去 讓它沉了就算了 沒有玩事 乾淨抹了 對 沉了就算了 是的 好了 說到南區兩個小時內 有三宗集體偶鬥 涉嫌是和俠圖新義安 兩個黑幫有九分 是嗎 和俠圖新義安 對 和俠圖新義安 是的 也是打鬥 在香港仔 華富邨 利東邨 那裏就有人 互打 有三十多人 開拖 是的 十個人在街頭 互斬 哇 暫時沒有人被捕 也找不到有傷者 大家真的小心點 如果出街 看到一群人 突然打起來 知道有怎樣做嗎 什麼 三十六計 周圍想計 什麼 阿婆走得快 一定有 古怪 沒錯 走不要管 不要看 最後一宗 跟大家說一說 粉嶺那裏就說 有個物流倉 有三級火 消防去到的時候 發現有個 男人的屍體已經燒焦了 為什麼會燒得那麼厲害 因為裡面是放一些糧食 或者是一些柚的食物 所以為什麼燒得那麼厲害 什麼事呢 就說在清晨五點的時候 有一間粉嶺的物流廠 有火警 火勢很嚴重 你看到現場的黑煙已經燒得很嚴重 已經攻陷了 在天上 在一些煙已經很嚴重 嗯 接著去到早上六點五十分 其實真的不是過了很久 已經在火警升級為三級 已經很不幸地發現了一個燒焦了的屍體 嗯 這些也是一些意外 7月很多意外發生 有沒有說怎樣開始 為什麼會燒火 暫時還是看 現在是要調查的 因為消防都需要等一些結構 安全結構安全之後 才可以進去看 因為現在可能火是停了 但是你不知道 某些部分燒到會倒下來 暫時還不知道 有些害怕會有結構的問題 燒到 然後整個屋頂倒下來 再造成一個傷亡 對 所以要先看清楚 然後再進去 明白的 而且粉領的倉也是很舊的 所以 嗯 這個 其實你也聽到 8月 即是7月 農曆的7月 發生了很多事 大家其實出門的時候 我覺得儘量 不要經常看手機 不要聽著歌 真的要 一眼觀測 看看你前後左下有什麼 是的 因為我們澳洲這裡 最近還有一件事 我看到有一個女生被人性侵了 而且是日光日白的 他買完東西 然後就回家 然後就被人 家門口 家門口被人性侵了 還要說 他叫極了 都沒有人聽到他 嗯 對 大家小心一點 整件事 整件事是怎樣 其實就是他開車回到他家 在街上拍街 然後就看到有個男生 看上去 有點古怪 其實不用理他 但是就出了禮貌 都跟他說 說個Hello 或是怎樣 想不到這個人 就賺錢 就侵犯了他 又脫了他的褲子 在他家門口 對 就像我這樣 如果我買了東西 放了東西 在我後面的乘客位 那我就一下車 然後去拿些東西 然後再 可能才進來 就是那麽短的時間 都被人家有機可乘 所以以後 大家如果是開車的 怎樣也好 下車之前 看看前後再有什麽奇怪的 不尋常的東西 寧願繞多個圈 繞一繞再回來 對 或者如果你看到有些可疑人 打電話給人聽 對 找人出來接你 或者你坐在車上 鎖住也比你下車還好 而且如果你真的要下車 起碼開著電話 開著電話 跟別人聊天 起碼有人知道 你是 喂 我想跟你聊一聊 可不可以跟別人聊天 我現在回到家 對 大家有些安全意識 因為我們也看到 不只是香港 澳洲也有很多東西 保護自己很重要 那今集就來到這裏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給你喜歡 訂閱 按讚 謝謝 謝謝 你